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2点 明明该睡觉了 但是没想到两个小时内又有一些新的信息发生 让我不得不跟大家再做个视频去分析一下 大概是两件事 一个是之前我们发布的完全磁悬服的LK99视频的 就是链单师阿翔 他又发了一个解释的视频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 就是一个应该是北科大的学生 他发了一个另外一个不太稳的这个磁悬服视频 我们一个个来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阿翔新发布的这个视频里 他解释的一些内容 大家好 我是阿翔 最近视频大家关注度很高 我很开心 谢谢大家 材料的后续研究 由我们组其他组员进行 现在也遇到了一些难点 这次主要是因为看到评论区一些留言 让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聊一聊 现在我们仅仅是测试了样品的抗磁性 对于发现超导体还很遥远 就算发现了超导体 究竟能不能应用也需要很久研究 不能因为一点风声就幻想股票马上大涨 金融市场主要还是由资本控制 如果有收益最好见好就收 投资有风险 有钱该吃吃该喝喝 千万不要头脑一热被割韭菜 吃瓜群众安心吃瓜就好 还有就是B站由于我投稿晚了一步 导致我不是原创作者 投上来的视频被强制锁定 不过这也无所谓 基本就这些了 再会 所以看完了阿翔的这个视频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 就是按我的角度来解释的话 就是首先说明阿翔 他没有处于完全被警察机关控制的状态 就是你首先理解一个背景 就是在中国如果你传播非法的 或者谣言性质的信息超过转发500次 或者浏览大于5000次之类的 你是很有可能被警察机关抓起来的 而阿翔的这个视频的传播量 应该早就过百万以上了 然后他目前能够重新来发视频 说明他大概率就是没有被警察机关控制 然后原来的发布的那些信息 大概也不是假的 从他自己现在的澄清来说的话 就看起来也并不是假的 只是他后续不会再发布 持权服内的这个信息 并且可能他以后不会再继续 就是他在组内的这部分工作 所以就是按我的理解的话 就是他发布这个视频的行为 很有可能是没有经过实验室 其他同事或者导师的这个许可 然后现在被认为就是不适合继续发表 相似信息的这个状态 然后再结合就是我 我在上一个视频里就分析 他有可能是武汉科技大学的张翔博士 然后我当时其实在那个视频发完之后 也跟我查到的这位张翔进行了联系 然后联系从邮件里 他很快就给我回复了 说并不是他本人 然后我觉得就是还是可以 从两个视角来回复这个信息 就是有可能确实不是他本人 也有可能他没有办法说是他本人 但不管如何就是我们肯定没办法 再直接从武汉科技大学博士身上 再得到额外的信息了 然后另外你可以注意的一个点是 在视频里他特意提到了 就是不要因为这个视频 而去购买什么股票啊炒股啊之类的 这主要是因为就是这个视频之前被分析 就是有可能是一些虚假的机构 为了炒作而故意发放的 然后这里做对应的澄清的话 可能是有关机构的要求 就是有这个可能性 而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他特意提到股市 其实反而会让一些人就是意识到 就是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的话 好像应该去买股票 获得更大的收益才对 所以从这个视角来说 就是他又有一点可能 有点像是在说此地无焉三百两 有点像炒作的这种味道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他现在没有被控制 所以我们大致可以先去判定 他原来的视频是真的 然后如果他原来视频是真的的话 他其实是已经证明了这个材料的完全抗磁性 麦斯纳效应 当然零电阻他们肯定是还没测 而且只要这个材料 如果还有一些杂质的话 其实很难测出零电阻 所以从这个阶段到验证零电阻这件事 我估计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是可以保持一定的期待的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后面这个视频 就在后面这个视频里的话 就是磁悬浮的状态 是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就是有可能是那个拍摄的up主收到了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他在从这个视角来说的话 就是他没有在磁点的正上方 也处于这个状态 他其实应该肯定是麦斯纳效应了 但这个视频确实是抖的有点太厉害了 他到底有没有作假 我们并不太好去确认 同时发布他的账号 又是一个比较少粉丝量的账号 现在被认为好像是一个北科大的学生 然后大概在视频发布一个小时以后 现在视频已经处于被删除的状态了 我们现在只能说先给大家看一下 同步一下这个信息 但是这个信息的真伪程度 其实是相比之前炼弹杀强那个视频 其实是更难判断的 所以我们还是继续我们原来的原则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所以我们下个礼物 我们下个礼物